在巴西听众俄文 其中在网球汉堡当中 在一件既有的核心计备参照 林家文 在经过既立了后 在今儿也正式来出关 并且来既办一条既兵会 来向大家分享到他参加的规定 在东京没有太多贵宾来参加 但是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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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是提出了 买来带参照向企乎 进出了更多中间的想法 希望可以让参照更好的福利 来自台南的帮求参照林家文 在在今年巴西听众俄文当中 带到这一间两人的核心计 在这经过后回来处理后 也在疫情正式来出关 并且在林家既办了一场既兵会 来向大家分享他这一路 去到国外比赛所有的过程和感想 这一期比赛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所有都非常有压抑 然后因为上一间 那到鸡胖嘛 所以这一间就是 因为上一间 因为身体不好菜变 出不了国 去比赛嘛 这一期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是为技术 因为不确定那么多出国比赛 所以我就是要学习 做比赛 因为这一回是要跟人做比赛的人 对 那非常高而可以这一次出国比赛 可是出去比赛的时候 还是要非常注意 我们的疫情就是做好消毒 学习的抗争 他当天前来参加既兵会的 是完贵风仪 也在会上标识 会代替所有有辛苦的酸酒 来向其父尽出 竟加割业的重金 希望可以带给台南的 带有酸酒竟加好的福利 我也为了嘉雯的奖金的问题 我也跟市长报告 我也问了他说 为什么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里面 包括我们的优秀选手的就业辅导 是编在A级的 但是奖金却不是A级的奖金 也要跟帕运的奖金一样 等级是一样的 早上我问了他之后 他也当场答应说会再加码 给嘉雯多一些鼓励 那我也希望未来台南市的所有的体育赛事 体育项目的选手 不要再被外线市的高额奖金给吸收走了 因为以前的关系 核酸酒出国比赛压力 还有在吉他厅书上 都比起过去都比较多 但是林嘉雯也是没向大家希望 顺利突破了难关 立得有好心者 而台湾在处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丹兴出满满的实力 吉他个家民立地区才逢富的 吉他家民立地区